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去 为师 真的错了吗 往事不可追 夫子对前程也当释怀 一切还是往前看 沈姐 若我当时能够快刀斩乱麻 不与那孤女纠缠 生活 就能与我重归于好 夫子 弟子听闻承旨大人才冒双全 又是出名的情痴护妻 可料 丧尸术余生所得的幸福 远非夫子能比 眼下 夫子不能释怀 全因臣故自若罢了 弟子于见 情深则枉 枉则多虑 若能放手 则不虑不枉 更不应济虔尘 若夫子再纠结下去 丧师叔夜已成婚 你要如何自处呢 莉儿 是 这样吗 是 您就该早醒歇酒 熬夜上山哪 孙华 林将军 这别院附近是不是有狼 狼 昨夜听到狼嚎了 可淒厉了 阿阳 双双 快看 这毛好身高的 怎么一夜之间换成了驱马 驾车用马是有讲究的 若是在城内用车 用伸凉齐平车座的小马即可 可若是要出城郊游 马匹伸凉最好在散盖与车鱼之间 这样不会颠簸 也不容易出危险 一切 一切还是要以安全为重 还是紫森兄考虑周到 多谢紫森兄 多谢紫森兄 对了 怎么不见山剑兄 他恐怕是被狼吓着了 一夜未睡好了 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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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去踏上睡觉呀 父子 你终于醒了 山剑 你这嗓子怎么了 你这嗓子怎么了 昨天晚上喝多了 山剑 为师教过你的 做人还是要节制一些的嘛 山剑 山剑 你说我 是不是应该去与他诉说我呢 现已天光大亮 父子愿意去 愿去吧 孙虎 大叔母 大叔母回来了 终于舍得回来了 皇甫仪可对你说什么了 山剑母怎知 皇甫大夫留宿了我们一晚 他送行来告知 我怎能不知 他这个人啊 坏得很 当年 如此辜负三叔母 如今 还厚着脸皮来纠缠你 皇甫仪也非坏人 不过是聚其全天下男子烈性于一身罢了 娘娘 这女子在世 这女子在世 姻缘不过是人生的一道风景 成败离不开得失二字 这日后 这日后无论遇到何情何景何人 都莫要为男人放弃了自己 不值得 三叔母的教诲 娘娘谨记于心 不过三叔母放心 我和娄瑶定会好好的 除非山崩地裂 否则定会制作常乐 你呀 留步吧 三叔母 娘娘给你修的热水池子 你要记得每日都要泡上一泡 这样才能睡得下 还有 叔母腿上自己痊愈 但还需要医室复查 妻不可待嘛 等娘娘回去 给你坐个轮车 到时候再叫人给你的送来 娘娘 你放心吧 有三叔父在 一定能照顾好你叔母的 但是你回家以后 一定要听你阿父母的话 别再讲了 三叔父也多听三叔母的话吧 我要整日无私乱想 娘娘 照顾好自己 别忘了叔母跟你说的那段话 现在倒是知道 一一袭别了 当日 只身去华县 早是连头都不知道回一下 夫人何以知道 娘娘离别时不曾回过头啊 难道 夫人偷偷地追过去看过她 是吧 至枕不早了 准备启程吧 大雄 四夫 一路多保重 你们也多保重啊 夫人 走吧 来 起程 这儿 驾 驾 驾 少生 等等我 等等我 这么看去 倒令我心中百感交集 想当初娄妖便是如此 追着咱们的车来划线 如今又追着鸟鸟的车回都城 只不过来时 鸟鸟还对她不假辞色 这走时 却已经亲密无间 真是事实难料啊 这便是 京城之志也 这就像你与我 就像你与我 那个旁边那一朵最大的那一朵 好好好 嗯 哎呀 不是那个 旁边那一朵 哪一朵呀 那个 嗯 嗯 你见到了吗 好 你快点 我 妈呀 你快点 我 好好好 好 句话不紧 不紧 摘到了吗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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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蘸这朵花可好看啊 好看 若是闻嫁阿雄见了 肯定会喜欢的 句话句话 搞不敢这么称呼 那是圣上名晦 说不得 阿雄 就算你摘花与我簪发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你若是再说这种话 我就叫我阿兄 用棍棒 叫你打出去 阿兄 阿兄 阿 赤白石的侄子 我 侄子 给女公子见安了 这些年 一年紧不佳 食不糊口 他就千里迢迢 跑到这儿 投奔我阿兄来了 女公子连凭稀有 子侄们感恩戴德 女公子今日看起来气色甚好 虽近日来春寒榨暖 但羊肉羹 还是要继续用的 你只管好自己便是了 我能找你对我指指点点的 你还能找你 当年圣上征伐时 崔侯便是先行官 一路过关斩将 从不畏惧生死 我听闻此次 崔侯亦是打探军情归来 崔侯也是真心惦记女君 每次少主公来 十次到有八次能遇见她 女君连少主公 是自己的亲子都不记得 又怎会领受崔侯的殷勤 她倒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 嫁人前的事 还是依稀记得一些的 她此时此刻当自己 还是刚及机的小女娘 以为崔侯 还是那时青梅竹马的玩伴呢 阿兄啊 你叫我莫在背后非议 这陈年旧事 你倒是记得比我还轻无忧 我 我 崔阳侯怎么办 来 倒也不算难看 纵使锦端再华丽 趁泥 都黯然失色 还有你说 我称第二 哪个敢中第一 就算是岳恒那个小贱妇 也比我差得远 我阿文兄长 现在满心都是我 即便没有这些紧断 他也不会多看那个贱妇一眼 静华 你怎么可以对岳飞出言不逊呢 你可知道他是当今圣上身边的贵人 岳飞 什么岳飞 岳飞 不是 不是 我 怕我 那如果对岳飞出线 你得看我 你承吗 那你们 呢 你别承我 ostoy 是你承我 你去死 你怎么不去死 你去死 你去死 明知此处不欢迎你 为何不请自拦 我来关心 自己的夫人和孩子 有什么不同 你怎么还会连成君华为夫人 你算她哪门子的郎旭 那也比你强 你苦苦纠缠君华了几十年 他连正眼都没看过你 自招 阿富来是有重要的事情 凡尝一路 她也是有一句爱的女人 像片子那样 那是有一种 看到你 那是什么的我 他也要叫你 谢谢你 我ta别个人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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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 果干 甜吗 甜 甜蜜 甜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奉旨回京 还望门后行个方便 原是程将军 将军见谅 上方有令 说是有要犯套入 小人奉命建言城门 入城者 不论官职大小 不论所因何事 都要一一排场 程将军 小人兜胆 请程将军带到明日 大约便可入城 明日 莫不是门后 岂我官职太小 下官不敢 小的也是奉命万事 程将军 不论官职大小 都要的 凌将军到 快走走 快 让开 快 开门 快 快放响 快 快走 快走 程将军 林将军 设卡如此严格 可曾真的抓到一番 回林将军话 我也测 我想也是 嫌犯连守卫森人的 那天 赵狱都能逃脱 更何况这官家 你这不过 是在扰民罢了 我 立法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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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展 立法康 拉 也碰不到伤处 阿傅 之前三叔姨女语说过吧 去华县路上 我和三叔母遭遇劫匪 是林将军救了我们 多谢林将军救命之恩 程将军不必这么客气 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 又为在下宽衣疗伤 大家不必这么结婉 陈娘子脸色苍短 可是病了 不劳将军费心 陆城颠簸 看着没力气吧 是吧 阿傅 是 是 是 既然身子不舒服 就早些回府休息吧 都城严设关卡 在此排队 不知还要排多久 就让在下 护送你们进都城吧 别义λ 是 不就 但不帮人 赌倩 各位 特别 名 anarch 辩 Nichol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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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老 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啊 是不是你三弟出了意外 你不敢跟我说呀 老爹爷 我是白八人孙黑八人 阿母休要胡言呀 三弟好着呢 一点事都没有 那我问你这般多句 你为何一句都不答 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句 我总得想一想 先回答哪一句啊 大母 我知道你 定是担心叔父叔母 所以我特带了一个 口舌灵便的仆父回来 这仆父 这几个月 每日待在叔父叔母身边 这看得了听到的 定是不少 你打明日起 我就让他聚系迷遗的 全都讲给你听 干吗还等到明日啊 现在赶快把人叫到我房虫 不要让他跟我说说 这些时日 我的三郎都吃了哪些苦啊 我的三郎是读书人哪 他怎么能吃这么多的苦呢 娘娘果真了得 竟能想出如此方法 阿周日后可得学着点 不可能啊 今日我起了一挂 挂象说家中今日有口舌之分 大母如此掩气息鼓 真的硬挂 那就是你算得不准了 不可能 就可能 就可能 娘娘 跟我回屋去 阿母有话要问你 好 你在路上又做什么惹阿母生气了 这一路上我可一直是小心谨慎 从未惹阿母生气的 阿傅 今夜城门戒严 您不与阿母去商讨一番 急什么 人家林将军都没递半句 显见与我家无关 你还不赶紧进去 别让你阿母等急了 可 阿傅 挂象上 说的今日家中口舌之分 看来是硬在这里了 可怜的鸟鸟啊 你先跟我说说 这几个月你都做了什么 见了什么人 不许露下一丁点 全部都要说吗 那可有好几个月呢 好吧 那日我跟着三叔三十五一同上路 先说 林不宜 叔父应该都跟阿父说了 不过就是那些事 你三叔父可没说过什么 宽医疗伤历经生死啊 阿父 你们我听林不宜夸大其词 我跟他总共都没见过几回 没几次是多少次 也就三 三 四 五 六 七八 回 这 是你们要问的 说了不是玩你们又不想听 那我不说 那不说也不行 不说你们是想打我怎么办 你但说无妨 阿父绝不打你 也不能罚我 我跟阿姚还约好了做好多事情呢 不能罚我在家超书 磨蹭什么呀 还不赶紧说 你与那个林将军 为何如此舒忍 他还特意送你入城 好 你说自身亲自打开承门关架 还亲自接承江四娘子进城 然后再去抓她翻证 是 陛下千万不要责怪林将军 他向来最讲规矩 此次恐怕是念及 承娘子的救命之恩吧 恐怕不仅仅是救命之恩哪 那还能有什么呀 此生 听闻承娘子出事 指自己身负重伤于不顾 赶紧去救人 还在抓捕樊昌警要宽托之际 吩咐打开关架 亲自护送承娘子进城 林子生是何许人也 此事绝对不简单啊 有何不简单 我每次与他见面都是众目睽睽 而且阿瑶也在 你可是那林不仪是何许人哪 他有好些官职 我可背不全 你呀 你就别瞒着我 你明明知道那个林将军 对你是有意图的 那阿姆边说说 林不仪到底图我些什么 你阿姆是说 林不仪心愿于你 还真是好笑 你们整日说我千不好万不对 何来自信我能告叛上林不仪 即便是林不仪真的心愿于我 女儿只知阿瑶是唯一 向女儿提亲之人 那个林不仪啊 不是在剿匪勤贼 就是在重上修养 他哪儿有时间与你提亲 那便就是天意 可见还是阿瑶更适合我 如此说来 你就是放不下楼家那门亲事 就算是林不仪心愿于你 你还是要嫁给楼瑶对不对 说来说去 阿姆就是不愿意我嫁给阿瑶对不对 即便是林不仪并未对我心愿 也要命我为她留一线机会 妙妙 我不是让你要选林不仪 我是希望你能够婚姻圆满 楼家二房示威 你要是嫁给她 楼瑶能护得住你吗 这天下的好儿郎这般多 你为何这般着急 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 这婚姻大事岂是儿戏 就是啊 阿父阿母三叔三叔母 都是神仙眷侣 我又何尝不是羡慕 只是我知道自己 一直以来运气不好 若还要挑三拣四 错过了阿瑶 便想再选个好的 也是件难事 不如阿母就像大母那般 去寻个老神仙问问 看看我错过了阿瑶 还能不能遇见 比阿瑶更合适的 妙妙休要胡言 来 当年我把你留在家中 是阿母不好 这些年啊 没有长辈的教导 你看你养成了这个顽劣的性格 你回想一下 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在汝阳王府大打出手 在万府拆桥闯祸 一桩桩一件件荒唐之举 就你这样的性子 嫁到了娄家 你能有安生的日子过吗 在家中 我可以让你投奔你三叔 若是嫁到了娄家 我想护着你都鞭长莫及 那个娄瑶又是个软性子 你如何能够全生而退啊 说到底 阿母就是瞧不上阿瑶 不过没关系 我与阿瑶早就商量好了 日后她外放 我随她一起 阿母自可眼不见为尽 也不用为我操心 我与阿瑶也能逃脱父母的掌握 振翅高飞 这 就是我想要的姻缘 好 好 好 那你就和娄瑶在一起 阿母希望你能够恩爱一生 没有博折 我与你阿父 不会再说什么了 不会再说什么了 多谢阿父 多谢阿母 女儿先告退 谢谢 browse ラ 我 能 kunnen 照顾 这 咱不紧 透之 你虽然敢arak 在鹅少爺 米 equals 也不错 虽然性格软绵些 可也是她的时日过日子的人 娘娘驾驭她未必坏事 我只希望娘娘 能够寻个良人 不想让她遗憾终身 可她就是不听我这个阿母的 总是和我顶撞 我能害了她吗 我知你因着过去的事情 始终觉得亏羡鸟鸟 恨不得一切都待她做主 让她少走些弯路 可婚姻之事 谁又能轻易断言是好是坏 我不能断言她的婚姻 可是我能断定 那娄家就是个龙滩虎穴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 嫁过去吃苦受罪吧 这天下的好儿郎 多了去了 她又不是没得选 娄家是龙滩虎穴 可林家内情 比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者 林无一如今正绝地三职 也要查清樊昌一案 不知又要触碰多少人逆民 我还庆幸 绍商与之没什么瓜葛呢 好了 别难过了 父亲 父亲 陛下 这承家小娘再好 那是和娄家定亲的 这呀 只是心疼子生 自他阿妇娶了承于世 比方他阿妇之后啊 这婚事就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他宁愿背负不孝忤逆之名 也要和承阳侯划清界限 朝臣们还参叹不孝 殊不知啊 他才是这世上 至真 至孝 至善之人哪 您说这承阳侯此生娶妻两回 却只生一子 这凌将军呢 假如能服个软 像向河等的滔天富贵 可是他为了母亲 却不为所动啊 朕 仅获释全族性命 就算是偏腾子生一点 也无法弥补当年的汉世啊 谁想到啊 令这些朝臣 一个一个地璀璨眼红了 变着发着在朕的面前啊 诋毁 诬陷的 你瞧瞧这些书报 明明是挺威武 监管不利 才弄丢了凡商 此事不过就是协助审爱 才会独成没几日 一个给几日 给他扣上这么一个 懈怠失职之罪名 那 这次凌将军能抓回樊城吗 朕信他 就像当年 朕信任霍凶一般